第四點四,今天說和份數有關的技巧 第一,如果我們面對一些題目,例如x加1over2等於3over4 這些題目有一個特點,就是等於左邊只有一個份數 等於右邊只有一個份數 這個特殊的情況,其實我們有些快的方法去處理 我們以前怎樣解釋這兩個題目呢? 我們就說x已經在等於左邊了 所以我們只需要把x以外的東西全部送到右邊 這樣就成功了 所以我們要去移動的時候,我們想想一下 加1只是隨意先走 我們說由最低次序開始做起 即是原本我給你一個x的話 首先你會加1再隨意 所以現在隨意是低次序的,先由隨意做起 所以現在變成x加1等於3over4 隨意調到會變成2 然後如果你真的不喜歡份數的話 其實你也可以把除4處理它 因為在這裡已經沒有加減 全部都是乘除法來的,全部都是同一個層次 所以你可以先處理除4 把除4調到對面,變成4 這樣有一點要注意的 就是現在在左邊有超過一塊東西 我們說4是乘比左邊全邊的 所以現在你要加一個括弧給它 其他照抄等於3乘2 我們看看,其實我們做了的事 只不過我們移動了分母 把左邊的分母乘去右邊的分子裡 再把右邊的分母乘去左邊的分子裡 其實這個技巧叫做交叉雙乘法 我們一步就可以解決到最凡人的分數問題 就是把左邊的分母乘比右邊的分子 再把左邊的分母乘比左邊的分子 這樣就得到一條顏色了 這個就是分數等於分數 在分數外面沒有任何加減的情況 是一個快速的做法 但是我們更多的時候 面對一些情況就是分數外面有加減 例如是這樣 我們如何處理這些數呢 記住在這個情況之下 除而是不能先送給對面 因為我們說永遠由最低次序的做起 即是如果我們要計算這邊的數值的話 我們會先乘除 除了二 最後再加一 所以加一現在次序比較低些 我們永遠解方程 要移動對面的時候 一定要處理一個加一 才可以再處理除二 所以如果我們期望一步之內 可以處理所有分數問題的話 我們要用最簡單的添平法 好 記住以後的方法 第一步我們首先找出所有分母 這個是2 這個是3 其次我們會左右 全行一起乘一個數字 乘一個數字 我們期望乘這個數字的時候 最後這個數字可以和分母約分 如果約了的話 就會沒有分母 所以我們想的數字 應該是所有分母的最少公佩數 所以二三如六 就是六 乘六的時候 現在就要好像之前教你如何爆裂 我們說好像左邊 這個六我們要派給兩個不同的數字 這樣我們就會得到 x over 2 乘6 加1 乘6 這個數字可以這樣想 這個數字會和這個數字 這樣我們就知道 剩下3 x 記住 約的時候約了前面的6 後面的6是沒有影響的 所以3x加6 等於後面的一塊 很簡單 約數就是4 2 8 這樣就完成了 再說一次的步驟 就是首先 看實找所有分母出來 然後 左邊和右邊 全行一起乘以 所有分母的最少公佩數 好 來看看 A part 我們說這個情況 就是分數等於分數 分數外面是沒有加減的 所以我們可以直接用 交叉相乘法 將分母乘以對面的分子 所以 就會得到 好 記住要加減弧給它 因為我們說的是 整個分子 然後到了爆減弧的時間 將減弧外面的數 派給減弧入面的每一個數字 接著2看 減3x和加2要調對面 所以變成 8x加3x等於90 減2 即是11x等於88 x等於88 x等於88 x等於8 x等於8 好 接著到b part b part 中間有一個分數 但記住分數外面有加減的話 這個分母就不可以直接調對面 我們可以一起乘一個數字 一次過消滅所有分母 所以這次只有分母 那就乘2 乘2 然後我們記住 我們把2派進去 所以現在2是派給裡面 每一塊東西 所以我們得到18 加分數乘2之後 會弱了分母 加4x-2 接著我們做的東西 有五塊東西 我們分類 將有x的調去左邊 將沒有x的調去右邊 即是得到x-4x等於-2 記住調的時候 剩下一個負號 在這裡 -18-1 所以-3x等於-21 x等於-21除-3 x等於7 好 看一看 例子 例子一樣 我們要解決一些比例 要留意的就是c part c part 我們說在分母分數外面 有一個加減去 所以我們現在處理的方法 都是左邊和右邊 一起乘一個數字 但要留意你乘一個數字 要乘什麼數字 才可以同時約到這兩個分母 沒問題 可以看看書的題目